開始下方有人留言說 宇哥的性癖是不是越來越奇怪了 欸你們想 文宇 他的手那麼多隻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宇 各位最近在 就是各大平台上非常流行的一個動漫作品是什麼 沒錯就是我們的 那相信大家小時候 就是有在看我頻道的朋友們 應該都有看過獵人嘛 其實沒有看過也沒關係 現在在補也不遲 因為現在目前獵人本身有出一個 新版的舊版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是蠻喜歡新版的 但是舊版的遊戲畫面是蠻經典的 而且那個神韻的感覺會完全不一樣 今天我們的拍攝主題就是什麼 沒錯就是我們 獵人殘酷的選一 不知道在各位的心中 你們最喜歡的獵人角色是誰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那如果大家也想要玩這個殘酷的選一的話 我是會在發片當天 也同時發到我的YT社群的會員專屬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我的會員 或者是你想要玩的話 也歡迎可以加入我的會員 密碼跟王子的發的難民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玩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開始我們今天的獵人 那我們第一個 哇 可可跟彼恩 好懷念喔 我的天啊 彼恩就是那個很常在會長旁邊的那一隻 然後可可就是那個他們在爬 那個天空競技場的那個播報員吧 我記得 然後喬尼跟諾姆蒂 諾姆蒂我甚至已經有點不太記得這個角色 喬尼我知道是誰 他也是那個當初青藏被騎牙挖走的那一位 那我選喬尼好了 至少他是大叔 喔 威爾芬跟200層樓的櫃台小姐 我不能不說就是我們的小幫手 他做的蠻細節的 總共有290位角色 我們今天玩的是64這樣 老實說 我沒有很喜歡威爾芬啦 所以我選200層樓的櫃台小姐 喔 這麼新喔 OK OK 我想一下喔 我選歐坑魯伊好了 右邊是怎樣 右邊這個解析度太低了吧 我這裡一定是選傑洛啊 我之前只有發過我很喜歡傑洛 我跟你們講我真的超喜歡很多獵人的 就是老人角色 傑洛真的是我心裡的最愛 欸 不是 很多都是那個耶 漫畫後面的劇情的角色耶 厲害厲害 喔 哇 十二隻 其實李翁老實講我覺得是蠻可愛蠻吸引人的 嗯 這裡我應該會選尼翁 我覺得尼翁那時候就是 因為幻影女團也想要他嘛 都圍繞在他旁邊 那時候尼翁的一些就是表現 雖然說我覺得他心本不是很多 但是是蠻可愛的 哇 多其諾 我們為他默哀 如果按照劇情表現上的話 我自己是蠻喜歡多其諾的 喔 哇 英秀 都來了 OK 原來他叫病犬喔 因為英秀那時候他媽就是 一集的事 全部人打不過一個窩心 扣魯多病犬 好啦 扣魯多好了 巴比麥娜 跟持槍的簽而已 OK OK 喔 原來他沒有名字嗎 我知道他就是那個 八十蜜蜂女那一個 電梯小姐跟馬奧爾 當然是選電梯小姐 喔 我們現在看起來 我們天空競技場的電梯小姐們 滿吃香的喔 好久不見了 喔 我天啊 我跟你講 我那個回憶都起來了 喔 當初真的 看獵人真的是滿好看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篇章 應該會是 拍賣會那邊 然後再來應該就是貪婪島 其實兩個角色都還好 我就以外觀來講好了 蛤 諾布耶 諾布 諾布在禿頭前是滿帥的 哇 帕麗士通 其實 我跟你講 帕麗士通他本身的外表 其實也沒有到很吸引我 但是我覺得帕麗士通他的角色魅力其實滿吸引我的 尤其是他最後就是 直接放棄 然後走出去 那時候他講說會長不在他很孤單 他想要再跟會長玩 我覺得其實十二次裡面 對會長有最深情感的 其實帕麗士通算是滿深的 蛤 阿魯嘉 跟資婆年 就是都是跟咒迪克相關的 應該就是阿魯嘉 阿魯嘉那麼可愛 對不對 其他 喔 我記得這一幕 我記得這一幕 我快忘了你知道嗎 比利 比利是哪一位啊 大家可以在上部裡面跟我講 可可露 不知道有一點眼熟但不太熟 好 我們就以外觀好了 外觀比例比較帥 喔 是伊加露哥欸 如果論角色內涵的話 伊加露哥是滿有角色內涵 他那時候就做抉擇的時候 心裡的那些抵觸跟想法 雖然說他畫風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滿有深度的角色 林可希 這個是那個嗎 試驗裡面就帶著電腦跑步那個嗎 伊薩克 怎麼這麼多路人角色阿 觀眾可能會覺得說 阿怎麼都沒有看到喜歡的角色沒有 那個大家喜歡的角色可能 埋在其他的選擇 因為這是隨機的這樣子 好啦 以外觀來說的話 左邊 喔 雅馬英 喔 有印象有印象 回可蘿我都是知道 因為我對他印象滿深刻的 因為他在漫畫裡面畫起來的感覺特別不一樣 可是論外觀來說 雅莉莎比較像 雲骨師傅 欸 不是 這個也是像相關的事對決阿 雲骨 史萍納克蘿 我記得這個是以王篇的嗎 欸 總算有我們主角群喔 喔 其實我還很怕那個 到時候萬一沒有主角群怎麼辦 有一些角色我甚至還來不及認識 我已經是選奇亞 喔 關西喔 我記得他 他是那個 就是獵人事件裡面的其中一個囚犯 可是也是蠻路人的 關係吧 千合一女王跟護手 我甚至左邊這個角色什麼時候出現 我都有點沒印象了 但是我是不會選千合一女王啦 然後有人就會說 千合一女王不好嗎 他很香欸 你們會選千合一女王嗎 雖然說我覺得我的性癖算是也蠻特別的 但是千合一女王喔 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這兩位角色我都 比較還好 可是以外觀設定來講的話 我應該會選 左邊 欸 其實這樣比對下來的話 利奇跟甘酥其實 調調有點相像 甘酥欸 抓到炸彈魔了 喔 那時候也是一個小BOSS等級的 其實我蠻喜歡甘酥的 不差不差 右邊我覺得真的是要等動畫出來 會比較有感 甘酥 蛤 屎拔跟李貝多 欸 他是獵人80號 有誰是80號 80號是誰 如果論外觀的話 應該右邊吧 疑女跟波東果 欸 各位 我剛剛說我的性癖也是蠻特別的 但是疑女的話可能可以喔 還有很多隻手 是啦 哭嚕嚕 怎麼輸怎麼輸 我超愛哭嚕嚕 我最喜歡的片場就是那時候 哭嚕嚕在跟那個捷嚕他們打的時候 不管是舊版型版都很好看 那時候就是 把B格拉滿 就二話不說 兩方走路 然後後來就瞬移 然後互相PK 而且那時候 傑若真的是分析好分析滿 酷嚕嚕 對 我超想酷嚕嚕的 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 酷嚕嚕怎麼超帥 200樓層的櫃台小姐跟可可 200樓層的櫃台小姐吧 電梯小姐跟奇亞 好啦 奇亞奇亞 喬妮跟文娛 文娛啦 喬妮再見了 喔 依加路根跟扣魯多 如果論角色心態的成長的話 我覺得依加路根的鋪層是 比較深的 我這裡應該會選依加路根 阿路加奏迪克 但是阿路加那麼可愛 喔 這裡就有一點要想 史萍丹我是根據他的外觀來選擇 那帕利斯通的話 我是根據他內在來選擇 所以兩者比較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帕利斯通的鋪層是很好的 就是他那時候在投票選舉的時候 就是搞很多事啊 你會覺得說 哇 帕利斯通真的是滿聰明的 原本會覺得他很極白 但他最後的時候你會覺得 哇 他直接非常喜歡尼特羅會長 好啦 拍斯通 喔 尼庸耶 尼庸啦 就選尼庸了 這裡就選雲固吧 諾鋪跟巴比麥娜喔 諾鋪好了 諾鋪的自白那一段我很喜歡 就是他那時候 他發現他沒辦法再更往前了 然後那一段在描寫他的心態上恐怖 那一段我很喜歡 這裡應該選提躺吧 蛤 哭嚕嚕跟絕之絕拉喔 我覺得絕絕拉太快下去了 可是他的敵對太強了 喔 捷諾 而且我記得這一段是那個 在講說他怎麼認識尼特羅會長的 好啦 甘肅再見了 捷諾太強 亞馬英跟關西 如果 如果 論角色的設計來講的話 我比較喜歡亞馬英 亞里莎跟李翰 再見了李翰 我想一下喔 又是兩個我都比較還好的角色 好啦 我不選女角 比利 多奇諾 外觀 我是比較喜歡比利 但是 如果論就是那種內在 我喜歡多奇諾 好 那再來是我們的十六強 伊加路哥 這裡好選 亞里莎跟史馬 亞里莎 幹 我覺得多奇諾那時候就是 他們在擋富蘭克林的子彈的時候 他叫大家躲在他身後 他可以召喚他的念人 而且左邊其實甚至是 有點是間接殺死多奇諾的人 抱歉了 骷髏真的太帥了 巴黎斯通跟尼庸 我覺得尼庸的整體表現 雖然說他很可愛 很俏皮 但是巴黎斯通的那種 內涵真的多很多 捷諾 一定是捷諾 捷諾那麼帥對不對 阿路加跟雲谷 再見了雲谷 不好意思 可愛才是真意 對嘛 各位 大家一定也會選可愛的對不對 哇 奇亞 宙迪克跟亞馬英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奇亞是蠻帥的 但是 其實我沒有太喜歡少年的角色 欸 如果硬要講 我會喜歡亞馬英欸 挖自家請的人 打贏自家的少爺 哇 奇亞竟然輸在這裡 哇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奇亞 但是我本身 我更喜歡角色 文宇跟200層樓的櫃台小姐 我這裡一定是選文女啊 沒有沒有 絕對不是我的心屁 伊加路根跟亞里莎喔 伊加路哥吧 文女跟捷諾宙迪克 如果說要結婚的話 應該是選文 開始下方有人留言說 宇哥的心屁是不是越來越奇怪了 欸 你們想 文女 他的手那麼多姿 好啦 我選捷諾 捷諾那個龍頭戲劃 然後那時候去咬那個團長的時候 他超帥 阿路加 宙迪克跟帕利斯通 我覺得真的難選欸 因為帕利斯通真的是外觀我真的還好 但是他的內在真的是有加分許多 我喜歡他的雞賣個性 阿路加是真的很可愛 帕利斯通 帕利斯通 庫洛洛 好啦 庫洛洛 喔 最後四場了 各位 庫洛洛跟捷諾 哇 沒想到當初對決的人 在這裡也對決 我覺得捷諾宙迪克的話 我覺得他是 老頭本身給我整體的那種 氛圍感我很喜歡 但是 庫洛洛給我一種神秘感 外觀也比較帥 大家可以在小朋友會喜歡誰 好 我選庫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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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利斯通跟利盧加哥 帕利斯通啦 好了 各位 最後了 對 都是蠻難搞的角色 而且兩方都很聰明 武力的話應該是 庫洛洛是強很多 因為帕利斯通應該是 偏智將類的 他的武力應該並不強 我覺得庫洛洛蠻聰明的 他當初打西索那一段是蠻好看的 如果論整體的話 我雖然很喜歡帕利斯通 但是我覺得外觀輸了 所以我這裡選庫洛洛 沒想到我最後殘酷的血因 我今天在玩之前 我有沒有想說 會是尼托爾會長或傑諾之類的 大家也知道嘛 我有在影片裡講 就是我蠻喜歡 就是老頭角色的 幹 結果最後贏的是庫洛洛 而且整體來說他也很強 也是T1T0的存在 哇 我真的有糾結到耶 那大家如果你是會員 你有玩殘酷的血液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你們最後第一名是誰 然後歡迎其他觀眾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說 你們心目中的第一名角色是誰 那如果大家也喜歡玩這個殘酷的血液 我是有發YT社群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我是發會員限定 所以可能要加入會員才看到 好了 各位觀眾 那以上就是獵人的殘酷二選一 不知道大家喜歡的角色是誰 那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說 就是你們想要看下一集 我找誰來玩 就是我們來選其他人喜歡的獵人角色 那下次可能就可以變多 因為總共有290個題目 然後可以選到256對決 這樣子 所以其實會玩很久喔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這影片 另外在下方留言記得喜歡 那大家也可以去回味一下 就是我其他人的影片 我有拍黑頭喀跟他的開箱 記得追尋到我的非律 按照我朋友的追蹤會怪你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